来源 沈阳日报 记者 马逞 国庆节和中秋节长假时间多达8天 不过为了对战还有十余天就要打响的CBA新赛季 辽宁南岚一天也没有休息 抓紧训练 今天辽兰将出征广东中山参加在那里进行的CBA季前赛 辽兰所在小组的季前赛将于6日到8日进行 同组对手分别为福建 浙江绸州银行和江苏同袭 说起球队在十一长假没有休息的原因 主教练郭世强解释 除了去美国康复的贺天举 全队真正人员起诊的训练时间也就是联赛开始前 这二十多天 尤其是新道队的内园忠诚和万元巴斯 这段时间对于他们两个与全队之间的熟悉 以及战术磨合是非常宝贵的 昨天正好是中秋佳节 郭世强也为全队和所有支持辽宁南兰的人送上了祝福 中秋佳节是个团圆的节日 而此时我们依然要为准备CBA新赛季而努力训练 我代表全队感谢所有家属对我们的支持与理解 同时也祝福所有关心和支持辽兰的人们 中秋快乐和家幸福